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他带来的是韩国恐怖电影《瑜伽学院》 女主是个过气的主持人 不久就有年轻貌美的后辈尚未取代了女主 女主对领导过河拆桥的做法非常气愤,却也无可奈何 女主的男友也是个不成气的小导演 一直以来都是靠着女主吃软饭 接着女主就参加了同学聚会 在聚会上,同学们看到当年的丑小鸭村花 多年未见竟然变成了一个爵士美女 眼看事业危机迫在眉睫 女主便向村花求教美颜秘诀 于是在村花的指引下 女主来到了一个名叫美丽的女人所创办的瑜伽学院 进行为期一周的强化训练 因为只有在经过训练后才能见到美丽本人 得到真正的美颜秘诀 学院所在地阴森偏僻 女老师还要求众人必须上交手机 训练期间不能与外界联系 学院的规矩很严苛 不能擅自吃东西 瑜伽训练后一小时内也不能洗澡 训练时禁止看镜子 所以众人发现训练时内也没有镜子 最后是训练课程禁止外传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除了女主以外的四位学员 分别是高妹 傲娇女 短发妹 酱油妹 晚上课程正式开始 第一步女老师要求众人释放自己的灵魂 于是众人开始无所顾忌的大哭 以此来宣泄心中的情绪 而另一边 男友和同事正在讨论美丽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美丽实际上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明星 在被年轻貌美的新人取代后便消声匿迹 此时同事开车时差点撞倒一个女人 该女人的长相酷似美丽 女人故意落下了一把钥匙 同事捡了起来便赶去归还 结果跟在后面的男友赶到时 却意外地发现同事惨死在了室内 男友怀疑到了那个奇怪女人的身上 但令人惊奇的是 在警方调出两人陆遇女人的监控录像时 画面上却根本没有人 剧情转到大晚上 女主做了噩梦醒来 此时短发妹在走廊上 听到了阵阵鬼哭狼嚎的声音 第二天众人继续照常训练 此时画面来到美丽的往事中 美丽的声音在拍戏时一直被人议论 甚至还接连被新人和导演嘲笑 于是霸气的美丽直接扇了新人一个耳光 连带着毁了新人的容 此时训练刚刚结束 短发妹便觉得身上发痒 于是迫不及待的就要去洗澡 高妹也因为无法忍受饥饿 开始四处寻找食物 接着高妹就在一个房间里看到了一座美食 立刻就冲上去狼吞虎咽了起来 而就在短发妹洗澡时 四周突然流下了浓稠的黑汁 玉莲也自动的把短发妹束缚了起来 短发妹身上出现了深深的伤口 伤口一直延续到了脖子上 当女主几人赶到时 短发妹已经不省人事 随后酱油妹和傲娇女来到一个房间 房间里布满了美丽的照片 接着傲娇女就提出想照镜子 酱油妹便告诉傲娇女 自己把镜子偷偷藏了起来 可以满足傲娇女的要求 然而很快照镜子和藏镜子的两人就受到了惩罚 傲娇女先是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衰老丑陋的面容 接着就被不知名的力量给拖走了 酱油妹则看到藏起来的镜子滑到面前照到了自己 之后也和傲娇女一样被拖走了 随后女老师把短发妹安置到了一个单独的房间 并安慰短发妹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尽时产生的幻觉 然而身上的伤口怎么解释 于是短发妹直接看出了女老师在忽悠自己 结果女老师只是轻蔑地笑了笑 告诉短发妹如果想要离开请便 但是美言的秘诀就别想要了 短发妹求美之心战胜了一切 只能憋着一口气流了下来 结果在当晚一只黑蛇爬进了短发妹的嘴里 短发妹翻翻白眼就领了盒饭 男友因为接连几天找不到女主 于是经过多方打探找到了村花 询问女主的下落 结果村花直接和男友说了一句不知道 随后过马路就被车给撞死了 男友又找到一个曾经和美丽共事的大叔 大叔说当年就在剧主杀青庆祝时 新人莫名其妙的就从高处摔死了 之后便有人在剧主里见到了神情诡异的美丽 时间很快就到了训练的第五天 顶不住压力的女主找到偷偷藏起来的手机联系了男友 然而这一幕却被高美看到 于是高美立刻要去告发女主 结果高美跑到半路误打误撞进了之前进食的房间 此时房间到处揭满了扣后的蜘蛛网 高美看到桌上的食物早就变质发霉 餐盘里充斥着大量的蛆虫 高美恶心的吐了起来 紧接着高美的脸上和身上 开始密密麻麻的长起了笼包 接着高美也出局了 到了训练的第六天 这时学员只剩下了女主一个人 而女老师告诉女主 因为其他人违反了规则 所以走掉了 感觉到不对劲的女主在学院里四处探查 然后来到了一个泥泥的房间 紧接着女主便发现了其他学员的尸体 女主还没来得及逃跑 就被女老师给打晕了 随后画面进入到了女老师的回忆 曾经的女老师是美丽的迷妹 于是美丽后来就把女老师收作了助手 此时女老师对着昏迷的女主说了一句 你会得到美貌 而她也会再次得到青春 事实真相已经很明显 美丽估计就是个邪碎 瑜伽学院是美丽和女老师联合起来设计的一个陷阱 优秀的获胜者选出来以后 美丽就会占据获胜者的身体 以此拥有无尽的青春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从宜家学院出来的村花 会长得那么像美丽 这时女老师开始进行仪式 美丽被召唤了出来 接着女主打伤老师 挣扎着逃了出去 一墙之格外是痛苦扭曲的其他学员 女老师渐渐的逼近女主 然而在关键时刻 女老师却说错了话 于是女老师被美丽毫不留情的惩罚了 最后女主似乎逃了出去 回归了正常的生活 然而等到女主往周围细细一看 身边全是画着美丽同款妆容的女孩 高妹也画着美丽的妆容出现 一时间女主周围空无一人 说明女主的身体已经被美丽占据 而女主的灵魂则被困在了美丽制造的幻象里 之前的村花也是同理 只是当女主出现后 美丽用腻了村花的身体 所以杀了男友的同事 也就是当年的导演进行报复 接着美丽再撞车自杀 弄死了村花的身体 好了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涛哥 如果你有想看不敢看的电影 就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当然别忘了关注点赞和转发哟